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天教育网络课堂 我是学天教育教学研究院陈诚老师 下面我们一起学习 2020年一级建造师考 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专题突破班 第一个专题 一混淆关键词汇编的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当中 我将给大家介绍我们15个关键词当中 第9至15个关键词 各自给大家介绍PDC循环 三级安全教育 三同时制度 四不放过原则 缺陷责任期与保修期 还有我们的核算 还有依据这7个关键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9个关键词 叫PDC循环 PDC循环在19年的一级建造师考试当中 考了3分 这个点已经好多年没有出题 19年突然出现了3分 这说明我们多年未出现的这种题目 它有可能今年也可能会出现 所以在此呢 我们这里今年呢 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了解不作为特别要点 首先PDC循环 它其实指的 它也是一个动态管理的一个过程 C就是Plan 做计划 D实施 就是做度 C检查Check A Action 处理 就是CDC循环 它的一个本意 所谓做计划 Plan 就是定什么目标啊 定什么方案啊 相当于是一个事前做的事情 事前做的事情 实施 就是做 就是事中做的这个过程 包括落实什么东西 制定什么东西 执行 就执行什么东西 部署交底等等 这些点 当然 比如说 我们的根据指量计划 我们编指量计划 属于计划 根据指量计划 进行行动方案的部署和交底 这是不是在做了呀 还有落实质量计划 到资源配置 以及作业技术活动当中 就把这个落实 把这个计划落实下去 这也在做 检查 查两个方面 查做没做 查做的好不好 所以你看 一是检查是否执行了这个计划 二是检查执行的结果 我们一般包括三减制度 这三检指的是 自检 互检 和 砖检 自护砖 那么往后处理 处理怎么处理呢 比如纠偏啊 预防呀 改进啊 这些词就是在处理 这就是PDC循环 我们来看一下 PDC循环呢 在环境管理的地方 它也有用到过 那么这个地方呢 考的相对就比较少一些了 那么在环境管理体系当中 它遵循的PDC循环 P叫策划 D叫支持运行 C叫绩效评价 A叫改进 其实也是刚才说到的 我们的计划 然后是实施 实施也叫执行 对吧 然后是检查 处理 处理 那你看一下 我们策划 就是做计划 支持运行 就是在做 绩效评价 就是查做的好不好 是不是 改进 其实就是在处理 所以它也是属于PDC循环 只不过说法上面 有点不一样 这是环境管理里面的 质量管理里面的 PDC循环 是计划实施 检查和处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19年考的 质量管理PDC循环当中的C 包括了哪些呢 C就是检查 包括了 A 监理单位的平行检查 B 作业者的自检 C 作业者的互检 D 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 E 专职管理者的互检 那么这个题目 其实在考什么 就在考三检制度 哪三检呢 自检 互检和什么呀 专检 明白吗 在考这个 那么另外这个题目呢 最难选BCE 另外这个题目 还得要注意一下 就是施工质量管理 所以施工质量管理的话呢 它是管自己施工的 是施工单位自己要做的 所以跟监理单位 跟政府部门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题目 它有两个思路去做这个题 第二个 19年考的建设工程项目 质量管理的PDC 循环中 质量处置阶段的任务 处置阶段 我们来看哈 A 明确质量目标 制定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计划 Plan 对吧 然后将计划落实到工程项目 施工作业技术活动当中去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做 C 对计划实施过程进行科学管理 实施过程当中科学管理 是不是也是在做呀 D 对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采取措施予以纠偏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处置 Action 最难选 D 我们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每个选项到底是什么 都要把它搞清楚 今年 说不定就考你一个P 或者考你一个D 或者考你一个C检查 然后13年的题目 PDC循环中指让计划 是不是就是Plan 阶段的时候 A 明确目标致电 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是P呀 OK 你看 所以你就会发现了 我们19年那个题目 跟13年这个题目 它的选项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问题不一样的 13年考的是计划阶段 19年考的是 Action阶段 发现了没有 这里是Do 这里是Do 所以做真题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看明白了吗 而做真题 它不会一模一样的出现 但是它会换一种问法的出现 所以为什么 常常是要求你们 做真题要这样去做 而并不是说 只是去记个答案 你看到了没有 这是13年和19年 是不是答案都一样的呀 就这个公选答案都一样的 只不过说 它这个问法改变了而已 好 再往下 下列指南管理职能活动中 属于PDC的循环当中 D的是 是不是做呀 明确目标是干什么 P 专职 自检员检查 这是在干什么 在检查C 行动方案的部署交底 是在干什么 是在做 Do 制定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 是不是也是在做计划呀 最难选C 就是这样一个点 PDC循环的概念搞清楚 再往后 环境管理体系结构 采用PDC循环 指的是什么呢 环境管理体系当中 它的PDC循环指的是策划 计划叫策划 支持运行 在做 绩效评价 就是查做的好不好 就是绩效评价 最后A 改进 就是我们的处置也好 处置 改进就是在处置 所以A 好 再来看第十个关键词 三级安全教育 三级安全教育出现在 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当中 企业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包括了这几类人的培训 一个是管理人员的 一个是特种作业人员的 还有一个是企业员工的 其中考的最多的就是 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以及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 这两个呢 每年题目也都有 程老师现在给大家讲的 均为干货 考试都会设计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当中 设计到有个新员工上岗前 要做三级安全教育 这里的三级指的是 公司级 项目级和班族级 18年的时候 此处考的很细 他直接考 公司级是谁来走着的 项目级又是谁来走着的 班族级又是谁来走着的 所以此处要小心一下 就是班族级就班族长去组织 项目级就项目经理去组织 公司级是公司的相关 负责人管理人员去组织 明白了吗 就谁组织的 各自负责各自的就OK了 好三级进入内 三级啊 公司级项目级和班族级 那么项目级又可以叫 工程处 工区或者施工队 公司级又可以叫企业级 这是这里 那么另外 企业新上岗从业人员 其港前培训时间 不得少于24学时 这是2020年新增加的一句话 今年要小心啊 新上岗的从业人员 港前培训不得少于24学时 注意安全教育培训 培训完了以后 一定要考核合格 才可以上岗 而不是直接参加个培训 就OK了 听明白了没有 好第二个 改变工艺 变换岗位的员工 也要进行我们的安全教育 而此时我们设置到 我们有员工放长假 离港一年以上 重新上岗的话 也要进行安全教育 也要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另外我们还要进行 经常性的安全教育 经常性的安全教育 跟前两个教育不一样 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 改变工艺变换岗位的安全教育 它是要考试的 经常性安全教育 它是考试的 所以以这个方向去计经常性安全教育 就好办一点 因为有时候会考下列选项中 属于经常性安全教育的有 那么当然 他考经常性安全教育的话 首先先排除三级安全教育 改变工艺变换岗位的安全教育 先排除这两个 另外剩下的去选择 你就可以看到了 安全活动日 安全生产会 事故现场会 张贴标语标志 这些都属于他的经常性安全教育 然后再来看特种作业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 我们要做到持证上岗 哪些是特种作业人员呢 包括垂直运输机械的作业人员 安装拆卸工 这是我们今年2020年新增的 新增的就是我们的起重机械的 安装拆卸工 他也属于是特种作业人员了 爆破作业人员 起重信号工 登高架设作业人员 这些都属于特种作业人员 要持证上岗 特种作业人员的人 他离港 离开特种作业岗位 六个月以上的 他要进行实际操作考试 今确认合格后 方可上岗 所以这里你就会发现了 容易搞错的 就是跟前面 一般员工放长假离港一年 要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要参加安全教育培训 而特种作业人员 离港六个月 要进行实际操作考试 实际操作考试 那么一般上面这个地方呢 考的不多 下面这里呢 就容易跟一年那个地方 混着来考大家 看题目 18年 关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企业新员工按规定 经过三级安全教育 和实际操作训练后 即可上岗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 新员工 三级安全教育 实际操作培训 就可以上岗了吗 我说过 这个地方啊 难度是比较大的 安全教育培训了之后 要考核 合格后 才可以上岗 并不说直接经过 就可以上岗了 那么再看B 另外 是不是需要 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呢 那么这个地方 得要看它的工种 得要看工种 所以此处我们不纠结 那么记住的 就是需要进行考试 再看B 项目级安全教育 由企业安全生长管理部门人员 负责组织实施安全研协助 这个时候就考了 项目级应该谁来组织实施 各级负责各级的 所以项目组级 就由项目经理来进行 班组级就由谁呢 他说由项目负责人组织 所以项目级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都可以组织 班组级就班组长 班组长 明白了吗 而并不是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组织的是项目级 也可以是项目经理去组织 也是没问题的 再看 第一 企业安全教育培训 包括对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 和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 对不对呀 这句话就对了 最难选 D 然后 14年的考题 下列企业安全生产教育 形式当中 属于员工的经常性安全教育的 我教过大家 经常性安全教育 先要排除什么 先要排除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 还有改变工艺变换岗位的安全教育 因为我们的员工安全教育 企业员工安全教育就包括三个 一个是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 一个是改变工艺 改岗换岗的时候的安全教育 是吧 改变工艺 改工艺 换岗的时候的安全教育 第三个才是经常性的 现在他要考的是经常性的安全教育 经常性的安全教育 他包括哪些呢 那么所以先排除这两个 你看是不是先把一答案改变工艺的安全教育 是不是先排除了呀 A 安全活动日 B 事故现场会 C 安全现场会 D 安全技术理论培训 怎么选 所以有培训二字就意味着要考试 安全经常性安全教育 他是不考试的 这答案只有A B C 只有A B C 没有安全技术理论培训 然后19年考的 关于起重性号工 并修七个月后 重返工作岗位 你看一下 他这个提干里边就有两个信号 一个是起重信号工 它是什么作业 特种作业 看到了没有 离港多久 七个月 所以特种作业人员 离港六个月 就要进行实操考试了 对不对 一般员工离港一年要进行他的安全教育培训 所以你看A 因重新进行安全技术理论学习 均确认合格后上岗作业 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特种作业 离港我们六个月以上就需要进行我们的实操考试了 是不是 再看B 因在从业所在地 考核发振机关 申请备案后上岗作业 有没有这么麻烦呢 不用 再看C 因重新进行实际操作考试 新确认合格后上岗作业 我们再看D 因重新进行安全技术理论学习 实际操作考试 新确认合格后上岗作业 所以这个题目最懵人的是D的 所以19能这个题目确实也很麻烦 我们有没有说到要进行安全技术理论学习呢 并没有 所以特种作业员工离港六个月 重新返港的话 进行实际操作考试 确认合格后就可以上岗了 不需要进行安全技术理论学习 并未说到 所以这个题目D答案 它划设天足了 最难选C 再来我们的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 这个地方呢出现在了安全生产设施 还有环保设施都出现了 这里的三同时指的是安全生产设施 包括后边所提到的环保设施 都应该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这是它的三同时制度 注意是安全生产设施 包括后面的环保设施 都要与主体工程 它考什么 考什么是三同时 所以什么是三同时啊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使用 那么另外考什么和什么三同时 所以是生产安全生产设施 环保设施 与什么呀 与主体工程同时 那么在此处注意 有一个同时设计 同时设计 设计的时候要做盖算的 对不对 所以安全生产设施 包括后边的环保设施 它的投资要纳入盖算 因为它们是同时设计的 要纳入盖算 这是三同时制度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建设工程项目中 防止污染的设施 这就是环保的 必须与主体工程 三同时同时 设计施工程 投产使用 没有同时验收 我们环保设施 它涉及到有试运型的 是试运型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那么在申请 它的一个环保设施的验收 所以它在这里 没有同时验收 没有同时验收 也没有同时申报 是ACE 再来 15年 关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说法 正确的 A 取得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是依法参加工商保险 为从业人员缴纳 保险费 再来看B 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 对建设工程来说 具体指 进企业 进项目 进班族 三级 这是一个综合题 再看C 特种作业人员离开特种作业岗位 一年后 应当重新进行培训 经培训合格后 方可上岗 第一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对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 施工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一按照三同时制度 安全设施应纳入建设工程项目概算 你看 就是把整个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综合起来考 这种题目是最难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能确定的答案有谁 首先B 能不能确定 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 对工程来说 进企业 进项目和进班族 有没有问题 就公司级项目级和班族级 B 没问题 还有哪个可以确定 是不是一答案 按照三同时制度 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是不是 因为它要同时设计 这两个你是肯定的 哪个是可以排除掉的 C答案 特种作业人员离港多久 六个月 要干什么 实际操作考试 考试合格才可上岗 所以并不是进行培训合格上岗 C肯定是错误的 那么A和D 我们又来看一下A 我们这里考的是取得安全设计可证 应具备什么条件 我们教材上条件写了一长串 你是不是需要去背呢 你不需要 那种点本来就不怎么考 即便考也作为这种一个选项的出现 所以你不敢选就不选了 虽然它是正确的案 再看第一我们这里设置到的一个哪些需要组织专家论证审查呢 我们叫地基高 就是地下按发生机坑高大模板 不仅要编专项时空方案 还要进行专家论证审查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在这个前面专这个金奖强化课的时候特别强调过的 有三类专项时空方案需要专家论证审查 在我们管理当中三类 一个是地基高 地下按发生机坑 还有什么样 高大模板 所以D你应该也可以选得出来 A我不强求 正确的案是A B D E 你C肯定能排除 A不敢选就不选 但是B D E要能够选得出来 关键词12 四不犯过原则 四不犯过原则 19年的时候刚刚考过 今年呢2020年的教材做了细微的修改 此处四不犯过 指的是我们安全事故发生以后的处理 要做到事故原因没有查清 不犯过 责任人员未受处理不犯过 有关人员未受教育不犯过 整改措施没有落实 不犯过 以前叫做未制定 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犯过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不完整 你想 我的整改措施 制定的非常的 非常切实可行 但是我没有做 我没去落实 是不是也没有意义啊 所以2020年就把这里改了 直接是整改措施 没有落实 不犯过 以前的四不犯过原则 第一 现在这个地方 还作为一个干扰项 以前是没有说的要落实 他只是说了未制定 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犯过 现在又把它改成了 未落实不犯过 所以做以前老题的时候 这个地方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们给大家一个记忆的措施 记忆的方式啊 就是叫轻 叫原因没有查清 理责任人员为受处理 教有关人员为受教育 改整改措施 为落实 这个地方也可以叫清理角落 为落实还更好一点 在这里 我们数据口诈的把它跟着改一改 可能还更好一些 来看一下题目 17年考的 关于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原则 说法正确的有 A 事故未整改到位 没有说整改到位 是没有落实 整改措施没落实 明白吗 没有A 未有及时报告 这也不对啊 原因未查清 OK的 责任人员为受处理 是的 有关人员为受教育 有道经济安全 CD 这里呢 我也根据新的啊 新的这个要求 给大家改过来了 这种题目 再来 15年第52题 使事故责任者和广大群众 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 及所造成的危害 并深刻认识到 搞好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从事故中去吸取教训 提高安全意识 改进安全管理工作 这体现了事故处理当中的 哪个原则 是不是有关人员 未受到教育呀 目的就是广大群众吗 去受到教育 所以这个题目他反映的 你看一下我们四不放过原则 考的简单点就像17年这种考法 19年也这么考了 那么考的复杂一点 就是把他的这个背景列出来 问他属于哪个不放过 我们同学讲 我是不是需要去把书上的那个背景情况 都把它留去把它这个读下来 或者背下来呀 没有必要啊 你这么去仔细认知 所以读题 你当时是否冷静 沉稳的去读题 有基本的理解能力 这一点对于通过一级教师考试 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关键词 13缺陷责任期与保修期 在这里虽然叫缺陷责任期与保修期 实际上给大家补充的 也是我们这两年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各类日期当中的认知 其中第一个认知叫实际竣工日期 一个工程项目的实际竣工日期 怎么定的呢 就是如果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就正常情况下 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一般都是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那么它是以什么呢 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 申请报告之日 为实际竣工日期 这次在这里 那如果没有经过竣工验收 发包人擅自用了 则已转移占有之日 为实际竣工日期 那么这里怎么理解呢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程序 是施工呆美 自检合格后 提工程竣工报告 申请验收 所以叫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也叫工程竣工报告 比如一个工程项目是19年5月18日 它申请的 好了 19年5月18日申请验收 那申请验收了之后 要由监理单位的总结理工程师 组织预验收 预验收合格以后 再由建设单位才组织竣工验收 这中间是有时间的 所以我们比如说是19年的 这个6月3日就验收了 验收了合格 就建设单位就组织验收合格 这个时候我们就以提交申请的时间 5月18日作为实际竣工日期 而以6月3日作为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明白了吗 以6月3日作为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以5月18日作为实际竣工日期 明白了吗 那当然如果没有验收发报人擅自使用的 以转移占药制 这里很简单 那么现在我们提到的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是以实际竣工日期算 看到了没有 就是说这个工程项目 它的缺陷责任期就应该以5月18日开始协设 而保修期则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期算 也就是这个项目 它的保修期则以6月3日 19年6月3日作为它的验收合格之日 听明白了吗 所以缺陷责任期从实际竣工日期算 保修期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期算 好我们再看第四个叫做基准日期 基准日期呢这里呢我们考的不多 它是招标发报工程 以投标截止日前28天为基准日期 那么这个基准日期的概念呢 陈老师在这里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 在讲基础课 最基础的全考点课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这里本来考的也不多 所以我就不再说了啊 重点还是要掌握前面三个 其中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两个的区别 主要在于缺陷责任期 它是发承报双方在合同当中约定的 所以缺陷责任期是约定有多长呢 最长不超过24个月 也就是两年 最长不超过24个月 缺陷责任期满 我们会退还它的质量保修金 也就是质量保证金没用完的 我们业主要把这个质量保证金还个人家 这叫缺陷责任期 保修期是在法定基础上去约定的 所谓法定基础上 比如说防水 它的法定保修期是五年 那么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 至少要约定为五年级以上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缺陷责任期满 那么我们承包人依然要承担其保修责任 在这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关于施工合同中 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的说法 正确的是 那么在这块呢 它的难度就比较大 我们以这个题目去给大家补充它的知识点 A 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 缺陷责任期应按全部工程 竣工日期起算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工程当中说到了 如果一个工程项目有多个单项工程组成 或者说单位工程组成 它可以提前验收 提前验收 缺陷责任期也要相应的提前 为什么呢 因为缺陷责任期起算日期提前了 那么后面它拿到我们的这个退还的 质帐保证金的这个时间也会跟着提前 作为承包人来说 才公平 因为那是承包人的人 如果承包人的钱 如果没有发现他的缺陷责任的话 没有发生他的缺陷责任的话 他早点把质保金给拿回来 明白吗 所以呢 提前验收的话 缺陷责任期要提前 就是按照实际验收的时间来定 那么再看B 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内 对以交付使用的工程承担缺陷责任 这个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缺陷责任期内 作为承包人来说 如果这个工程项目有缺陷 你承包人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再看C 缺陷责任期最长不超过两年 就是我们在这个有相应的一个规定 就缺陷责任期最长不超过两年 再看D 承包人不能在合理时间内修复缺陷 发包人自行修复 承包人承担费用 这句话我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是这个意思 咱们工程当中 这个工程项目有一面墙倒了 业主就让承包人来给他修 承包人没来 业主可不可以自己找人修呢 可以 那这面墙修的钱谁付呢 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就是承包人承担 那这承包人也太老实了吧 承包人是不是该得问一句 这个墙他是怎么倒的呀 那万一是发包人推倒的呢 所以记住了我们承包人不能在合理时间内修复缺陷 发包人自行修复的 那么这个费用承担的原则叫做理亏者买单 理亏者买单 所以这个钱到底是谁承担 得要试这个项目的缺陷责任 到底是在哪一方 就是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缺陷导致这个墙倒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符合缺陷 这个理亏者买单 那么既然是我们这个钱到底谁出是理亏者买单的话 因此对于缺陷产生的原因和产生破坏缺陷和损坏的原因的话 一定是监理人和承包人共同查清 否则我说是你的原因 你说是我的原因 咱说不清 我们一起去查清原因 因此正确的案 一也是正确的案 所以D应该改成 什么呢 承包人不能在合理时间内修复缺陷 发包人自行修复的 其费用承担要试缺陷 或者损坏产生的原因而定 明白吗 最大案选B C E D答案是最容易被迷惑住的 再来看 这是19年的一个考题 说某工程承包人于2019年6月15日 向监理人递交了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7月10日竣工验收合格 请告诉我 实际竣工日期是什么时间 6月15日啊 实际竣工日期 那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是哪个时间呢 合格之日是7月10日 对吧 好 7月18日 发包人签发了验收证书 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通用条款 该工程的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的起算日期 同学们想一下 缺陷责任期从什么时候起算 从实际竣工日期起算 保修期从什么时候起算 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所以正确的按选 A6月15日是实际竣工日期 7月10日是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最难选 A 那么这个题目呢 跟18年的题目几乎一样 18年这个地方改成的是实际竣工日期 和保修期的起算日 它是这样来考的 那么19年升级了一下 好 再来看第14个关键词 合算 这个合算呢 其实是容易弄混淆的 合算出现在两处 一处是成本合算的方法 有两个方法 叫做表格法 会计合算法 还有一处呢 是在成本分析的依据 叫做业务合算 统计合算 会计合算 这里呢 是容易弄混淆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合算的方法 这里有两个合算 表格合算和会计合算 我每次讲这个地方的时候 都会让你去思考 去感觉 表格合算和会计合算 哪个更专业 是不是会计合算更专业呀 会计合算更专业 所以你感觉就对了 会计合算专业就意味着 它科学严密覆盖面大 叫专业精确覆盖面大 所以它是在全面合算技术上 专业精确覆盖面也大 所以它的专业水平的要求也很高 它是专业精确覆盖面大 这是我们的会计合算 那这样一来 表格合算也就意味着说 它不那么专业 不那么精确 覆盖面也小 这就是表格合算的一个缺点 那么考试的时候 考的就是关于我们表格合算 和会计合算 说法正确的有 就把这些特点拿来揉在一块 那么另外表格合算 它既然不那么专业 不那么精确覆盖面也小 所以它往往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项目内部各环节 还有就是项目内部各岗位 进行相应的合算 用的就是表格合算法 这里呢 在我们18年教材修改了之后 出了好多好多字题 所以表格合算是内部各岗位 各环节 记住了吗 那会计合算专业精确 覆盖面大 那看题 关于成本合算方法 说法 什么的 错误的啊 这是选错误的 A 表格合算法 精度不高 覆盖面小 对不对 对 再看B 表格合算法的基础 是项目内部各环节的成本合算 对不对呀 表格合算我们要记住的就是 内部各环节 各岗位 再来 C 会计合算科学严密 覆盖面大 对不对 是的呀 会计合算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专业精确覆盖面大 所以C也是正确的 再看D 企业财务部门 一般采用表格合算 进行成本合算 表格法 进行成本合算 看一下 企业财务部门 是什么呀 是会计了 会计类的 所以他用的是 专业精确覆盖面大的 而表格合算 往往用在项目上 个岗位 个环节 企业财务部门 一般用的是什么法呀 用的是会计合算 方法 所以他选错误答案 就是D 说法错误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 成本分析的依据 那么这个点呢 这个点呢 也是出现了三大合算 这个点 既关键词既有合算 也有依据 分析的时候 我们讲到过 分析就是把收集 合算就是收集实际值嘛 收集实际成本 分析是把收集出来的实际成本 去跟我的目标成本 预算成本进行比较 那么你要知道 如果不那么专业 收集出来的实际成本 能不能拿来比较啊 它是不能拿来比较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成本分析的依据当中 都没有表格核算 只有会计核算 才可以收集起来 作为去比较 但是我们会计核算 它是核算的是已经完成的 收集出来的实际成本 所以它主要是价值核算 而且针对的是已完成的 已经完成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了 我们分析啊 它要用会计核算出来的结果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比较 那另一个 你要知道我们分析 还得要去分析 对未来的一个影响呀 所以成本分析的依据 除了会计核算之外 还有业务核算和统计核算 业务核算呢 不但可以核算已经完成的 而且可以对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所以业务核算 它明显的比会计核算范围要广 可以核算已经发生的 正在发生的 尚未发生的 那么另外统计核算 可以用货币 也可以用实物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尺度宽 那么这里呢 也是考这种判断性选择题 问关于成本分析依据说法正确的用 你记住了 我们核心要点 会计核算属于价值核算 对应已完成的 业务核算记三个字 范围广 业务要广才好 什么广 范围广 这么记 统计核算尺度宽 那么所以来看题目 17年第17题 关于施工成本分析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会计核算 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同学们 会计核算 会计 记账 要有发票 有发票能不能对尚未发生的呀 不能 他一定是针对什么 已发生的 再来B 业务核算是价值核算吗 哪个是价值核算呢 会计核算是价值核算啊 业务核算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经济活动核算 C 统计核算尺度比快据核算窄吗 统计核算尺度宽 业务核算范围广 再来统计核算可以用货币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他还可以用量 所以统计核算尺度宽 最大按选D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的最后一个依据 那么依据呢 整共每年考试的过程当中呢 会考到一到两个关于依据类的题目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依据给大家汇编在一块进行一下教学 第一个依据呢 是出自于项目目标责任书它的一个编制依据 首先项目目标责任书要搞清楚 它是在项目实施之前 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与项目经理协商制定的 也就是说作为项目经理 又称之为项目管理机构负责人 那么他要在项目上去代表法定代表人去从事一些工作 所以他要给法定代表人一些承诺我保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是才考过多项选择题不久 19年刚刚考过新鲜的啊 今年还是有可能再继续考也有可能 所以大家呢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诗和花独针啊注意花是规划大纲 规划大纲 规划大纲这个地方最喜欢用项目管理实施规划来迷惑大家 所以你要搞清楚是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而并不是实施规划 为什么不是实施规划呢 因为项目管理实施规划是在实施过程当中在进行相应的一个编制 而整个目标责任书是在项目实施之前协商制定的 搞清楚了 所以为什么他不是实施规划 而是规划大纲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建设工程实施前 由企业法庭代表人或其授权人与项目经理协商制定的这个文件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 搞清楚它是协商制定的实施之前制定的 接下来选D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列选项中 属于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编制依据的有 你搞清楚了 叫做诗和花独针 诗叫做实施条件与环境 实施条件与环境 所以没有看到和是合同文件 花是什么呢 规划大纲 还是我们的实施规划呀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实施规划是在实施过程当中的啊 所以这个不对 诗和花独管理制度真方针目标正确的案是B C D E 当然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忘记了是实施规划还是规划大纲 你两个都不选 这就是我们的做题办法和策略 第二个依据出自于建设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依据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作为一个要点 首先搞清楚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它是指导监理的文件 指导监理的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先从这个文字上面 我们先要搞清楚哪个先编哪个后编哪个粗哪个细呢 要搞清楚 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顾名思义它依然是实施之前去编制的 而也就是施工开始前编制的实施过程当中编制的 监理规划是实施之前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之前去先编制的 那么从编制依据当中来讲 监理规划编完了才会后面才会有实施细则 所以你会发现 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依据里边有一个监理规划 发现了没有 另外呢还有非常细节的就是施工组织设计 因为是在施施就是施工嘛 施施对施工 那么另外你再观察发现一下 两个都有什么呢 都有法律法规呀标准和设计文件 你观察都有标准和设计文件 都有标准和设计文件 而实施细则的独有的是监理规划和施工组设计 而监理规划的编制依据当中 有一个叫监理大纲还有合同文件 监理大纲还有监理合同文件 这是实施规划它独有的东西 另外这里呢设置到法律法规呀 这些呢就比较简单 所以记住了两个的依据当中 都有标准及设计文件 监理规划独有的是监理大纲和监理合同 实施细则独有的是监理规划和施工组设计 或者专项施工方案 看清楚它的一个依据 那么我们来看题目 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编制建设监理规划的依据 搞清楚了监理规划的编制依据 先看清楚两个的依据 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的依据都有什么 都有标准和设计文件 所以这两个先选出来 另外呢监理规划独有的是哪个呢 它的依据里面 是不是监理大纲和委托监理合同 监理委托合同 而我们的实施细则的依据它独有的 实施细则独有的依据是施工组织设计 监理规划还有专项方案等等 这个题目正式的安全ABDE 今年我们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编制依据 请大家要多加留意 好我们往下走 下面的依据当中设计到成本计划和成本控制的依据 在前面程老师跟大家讲过成本计划 我们是算出一个价格来 对不对算出一个钱来 要想要算钱工程当中想要算钱 它的依据一定有三个 哪三个呢 是不是先根据图纸算工程量 是设计文件 然后呢再根据定额算劳动量 还记不记得程老师今天前面给大家举的例子 4600个平方米的抹灰 那么查相关这是根据图纸算的工程量 算的工程量 然后查定额46平米每公日 就算出其劳动量等于100公日 再查价格信息算出是130元每公日 这是从价格信息所得来的 最后下来我就知道了 我这4600个平米的抹灰 需要花13000元 是不是就这样而来的 所以在此你有了这三个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 有了这三个之后 其他的我们就能记点就记点 记不住就算了 像这种依据类的题目千万不贪心 我们不求得满分 能得分就OK了 那么往下走编制依据当中 还除了刚才的设计文件价格信息定额之外 还有合同文件实施规划 看到了没有 这已经在编成本计划了 所以有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还有类似的成本资料 得要去参考一下其他类似的这个工程项目 它的成本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我们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 那么作为成本控制的依据当中 成本控制的依据 你看计控和分考计划完了才会控制 所以成本控制的依据当中 一定要有成本计划 一定要有成本计划 另外两个的依据里边都有什么呀 都有合同文件 还有注意的地方就是成本控制的时候 说我的这个成本控制的好不好 得要看它的跟进度相结合 比如说我这个月花的钱特别多 花的钱特别多 是不是表示成本控制的不好呢 不一定 花的钱特别多 花的成本特别多 极有可能是因为它进度很快 所以呢 我们成本控制的依据当中 一定要跟进度相结合 还要注意变更与索赔 以及各种资源的市场信息 那么在此啊 这块我们大家不强求自己 我们一定要有分析性的去 能做到两个选项 都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那么再往下 成本考核的依据 成本考核的依据 其中成本考核 你看一下哈我们成本管理五个字 叫计控核分考计划控制 核算分析考核 所以考核的依据就是前面四个步骤 叫计控核分 就计划控制核算分析 这是成本考核的依据 当然此处不怎么考 重点是考这里成本计划的三类指标 我们都说了用指标去考核行为 用行为去保证指标还记不记得 成本控制的两类控制程序 有没有印象就讲到过了 它包括了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还有指标控制程序 指标控制程序 我们用行为去保证最后我的指标 就是我能不能实现 那么然后用指标去考核行为 所以我们成本考核的时候 它要一定要结合我们成本计划 当初定的指标去进行考核 那么现在三类指标 我们包含了有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 考试的时候一般考下列选项中 属于数量指标的有 属于质量指标的有 属于效益指标的有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词 质量指标叫 项目总成本的降低率 质量指标是降低率 效益指标是降低额 取得了多少效益 它一定是一个具体的额度 所以质量指标降低率 效益指标降低额 那数量指标呢挺难记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怎么做题呢 就排除法 把降低率和降低额排除了以后 剩下的一般都是数量指标 那当然我们有同学说 程老师这么说的话还挺悬的 那如果说你不放心呢 那数量指标对应的一堆内容 你可以选择性的去看一下 我之所以不让你去看那个地方呢 是因为首先它不怎么出题 这是第一 第二出题的话它也不会太难 我们用排除法解决 通常是没问题的 往后走 公司通常以成本降低额和成本降低率 作为项目管理机构考核的主要指标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考核的主要指标 是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两个 数量指标极少作为它的考核指标 因此呢考试的时候一般也会考这两个 而不会考数量指标 当然18年的时候考过一次 用排除法做题也没有问题 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列施工管理文件中成本计划的编制 依据成本计划同学们 先思考一下成本计划 是不是要算出一个钱来 那要算出一个钱来的话 一定有哪些是它的依据呢 首先第一个是不是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再往后就是定额 设计文件的图纸出来工程量 定额出来劳动量价格信息 来吧价格信息OK先选上 那么另外呢我们不管是成本计划 还是成本控制的依据都有什么 都有合同文件 都有合同文件 那剩下的还有没有还能不能选呢 如果能选你就选 不能选咱们就 就这样了也就是不贪心 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看成本计划 它是不是还会依据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我讲过了因为我们计划 它一定是知道实施的 所以它会有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作为依据 另外还要去看类似项目的成本资料 类似的没有预测资料啊 没有成本预测资料最难选 A B D E 往后再来看成本控制的依据 成本控制的依据一定有两个先选出来 哪两个呀 成本计划 因为计划完了以后才是控制 对吧 然后还有合同文件 再往后控制 我们说成本花的合理不合理 它一定要跟进度相结合 所以它会有进度报告 还有变更与索赔 没有分析资料啊 因为计控核分考计划控制 核算分析考核 所以考核的依据会有成本分析资料 但是控制的依据只有计划 那个地方最难选A B C D 就是这样的题目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依据 出自于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 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有三类依据 分别是共同性依据 专业技术性依据 项目专用性依据 这个点在16年的时候考过 后边就没再考 通常的出题方式是 下列选项中 属于项目专用性依据的有 属于专业技术性依据的事 属于共同性依据的事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出题方式 那么此时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后边的 给它背下来呢 不用 我们先来看最后这里 项目专用性依据 项目专用性依据 项目专用 项目专用 顾名思义 是这个项目自己所独有的 专用的东西 所以包括哪些呢 合同 设计文件 设计交底 图纸会审 设计修改 技术变更 等等 就是这个项目 它自己所专属的 专用的 那么所以就不用去背它了 你自己要去理解 另外什么是共同性依据呢 典型的就是法律法规 比如某某法 某某条例 这属于共同性依据 专业技术性依据 专业技术性依据 主要是针对不同行业 不同质量控制 对象指定的一些 包括规范呢 规程呢 标准呢 规定呢 等等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往后看 下列施工质量 控制依据中 属于专业技术性依据 看清楚 专业技术性依据 A 设计交底 以及图纸 会计 这是什么 这是项目专用的 对不对 再来 工程建设 项目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那么作为标准 它就是我们这块的一个 具体的标准 属于专业技术性依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属于什么呢 属于共同性依据 再来 本项目的建设合同 是属于什么 专用 项目专用性依据 搞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这里的依据类的题目 当中设置到的 质量控制的依据 当然此处呢 考的都不是特别的多 今年呢 还是要留意一下 好 我们往下走 看到这里有个质量事故处理的依据 这个事故处理的依据呢 我们在一级建造师考试里边 没有考过 但是二级建造师里边 曾经考过一次多项选择题 今年今天呢 程老师还是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事故处理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它的依据 第一个是现场的一个具体的实况资料 第二个 事故处理的时候要依照合同 法律法规 那么这个都很好理解 然后有关技术文件和档案 所以在此呢 我们的事故处理的依据 要依据相关的建设的法律法规 A 合同 实况资料 技术文件 和档案 那么这四大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下列建设工程资料中 可以作为施工质量事故处理 依据的有 A 质量事故状况的描述 B 工程竣工报告 C 施工合同 D 施工记录 E 现场制备材料的质量证明资料 那么你根据前面所给的这样子一个 你看一下哈 实况资料 合同文件 技术文件档案 建设法规 你能够直接选出来的就一个就是施工合同 发现了没有 就是施工合同 还能选出来一个不 现场的实况资料 是不是事故状况的描述啊 OK 能选出两个就算顺利了 那么当然我们还包括什么呢 有关的技术文件和档案 那这里到包括的就多了去了 那哪些属于哪些不属于 如果你不清楚 那么你就选择两个就OK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B 工程竣工报告 同学们想一想 我们的质量事故 是不是会一定发生在竣工之后呢 不一定 是不是 它有可能发生在工程施工过程当中 也有可能发生在竣工之后 所以质量事故的处理依据里边 有没有可能会有 有没有可能是竣工报告作为它的基本依据呢 肯定不可能 因为质量事故的处理依据 如果一定要有竣工报告的话 那请问一下我们竣工之前发生的事故 那怎么提交依据呢 是不是没法提交依据 所以B答案它不对 那么另外呢 施工记录 现场製备材料的主要证明资料 这些都属于是技术文件和档案 它也是可以选进去的 这答案是ACDE 当然这种题目呢 我们不作为特别的要点 你在这里听一下有个印象 到时候考试的时候能选出两个就OK了 往下走 索赔 关于索赔当中 它包括了依据和索赔的证据 那么其中索赔的依据当中呢 我们有这些 我们简称为惯例合法 就是工程建设惯例 合同文件 法律 法规 这是索赔的依据 留给不作为要点 那么另外索赔的证据 索赔的证据呢 应该是真实性 及时性 全面性 关联性 和有效性的 所以我们讲证据呢 在此你会发现了 证据没有说实效性 看到了没有 是真实 即时 但它并没有说实效 它说的是即时 全面关联有效 另外证据一定要是能留下来的 口头的不行 合同文件 既是依据 又是证据 在我们曾经的考题当中 出现过一次 下列选项中 属于索赔证据当中 输证的有 那么曾经考过这样一次 那么书证书证 顾名思义 它一定是书面的一个证明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这种你就不用去背它 能选出两个来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不是特别的 进场考量 好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题目呢 比较难一点点哈 14年第43题 公期延误划分为单一延误 共同延误及交叉延误 问它的依据是依据什么呢 A 延误的原因 B 索赔要求和结果 C 延误事件之间的关联性 D 延误工作所在工程网络计划的陷入性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书上虽然有一句原话 但是我们要理解 为什么它的答案是选C呢 我先来给拿说一下 因为这个单一延误 共同延误及交叉延误的依据是 延误事件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怎么个意思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三个延误各自是什么意思 所谓单一延误 比如一个工程项目的网络计划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就把它结束了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络计划 现在呢 A 工作 你看到没有 A 工作没有谁 没有谁跟它平行进行 所以A 工作 假设它持续时间为4天 现在呢 由于业主原因 导致我们A 工作延误了一天 这个时候呢 这种就称之为单一延误 那么由于业主原因 导致A 工作延误了一天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索赔一天的工期 这是我们的单一延误 那什么是共同延误呢 比如是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有A 工作和A 工作 他们是同时开始 并且是同时结束的 也就是他们持续时间都是4天 看到没有 A 工作和A 工作持续时间都是4天 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平行工作的关系 现在A 工作是业主原因导致延误了一天 A 工作是承包人自己原因导致延误了一天 你会发现 A 工作是业主原因导致的 它属于可原谅延误是可以索赔的 而A 它是可原谅的 也就是可索赔延误 也称之为可原谅延误 那么A 工作是可以索赔那一天的延误 那么A 工作是承包人自己原因 是不可索赔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索赔延误和不可索赔延误 同时出现 而两个工作又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话 此时我们的可索赔原物 就会变成不可索赔延误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X和Y 一个是业主原因 一个是承包人原因 都延误一天 此时我们就不能索赔 这叫做我们的单共同延误 共同延误一定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这两个工作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一个是可索赔 一个是不可索赔延误导致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是交叉延误 这个就复杂一点了 就是两个工作在交叉进行 中间呢有它相应的一些延误 这个呢我们不去追究它 它确实非常的复杂 所以你会发现了 我们进行划分单一延误 共同延误及交叉延误的依据 一定就是我们延误事件之间 它是否有这种关联性 是否有关联性 好再来看这个题目 进行费用索赔时 承包人为了证明材料价格上涨 应提供的可靠证据 注意 他提供的证据是为了证明什么 为了证明材料价格上涨了 所以他应该提交的可靠证据 包括A定货单 B采购单 C官方公布的材料价格调整指数 第一延误工作所在工程网络计划的线路性质 一承包人使用材料的记录表 同学们想一下 哪些能够证明材料价格上涨了呢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承包人 你为了证明自己这个材料 确实价格涨了 你会提交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订货单 采购单 还有官方公布的材料价格调整指数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材料涨价没有关系 还有承包人使用材料的记录 能不能证明材料价格涨了呢 这是能证明他的材料用过了 但是他却证明不了材料价格涨了 最难选A B C 材料价格上涨 因提交的证据包括这三个 那这里是15年的时候考过多项选择题 已经好几年没考过了 今年大家有个认知 那么我们关于关键词 一混响的关键词汇总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